孟江女更惨呀 一个人带着俩孩子来到东京汴凉 找她爷们儿 范喜良没找着 范喜良被秦始皇抓去当驸马 不是修长城去了 这孟江女自处打听她爷们的下落 您猜怎么着 范喜良死了 孟江女没见她范喜良 范喜良就死了 小梦一听什么 小梁死了 小朋友 你是否遇恨到我好 胖生痛苦啊 小梁啊 又给我留下一把丹仙儿啊 后来孟江女就找地儿哭 我上去长城那儿哭去 你想到长城堵戒指 哗啦 全走了 秦皇一看什么 一个娘们儿 把我的长城给我哭倒了 骑着皇上是皇上 老秦一看吓傻了 小梦我没想到 你心机这么重 不过小梦长得有几分姿色啊 来来来来 给我当个妃子也是好的 小梦一看啊 我爷们儿都死了 头江自己也死了 孟江女 翻起来 孟娘都死了 气腿没了